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 欧盟七国支持美国重新调查病毒源头的要求 欧盟对美国总统拜登推动的 重新调查新冠病毒的来源表示支持 并敦促中国给予研究人员完全的准入 与此同时 一份泄露的会议公报草案显示 七国集团峰会领导人将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对新冠病毒的来源进行一次新的透明的调查 中国方面再次否认病毒来自实验室泄漏的观点 正在欧洲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 10日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了会谈 他星期五至星期日将出席在英国 康瓦尔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拜登此次欧洲之行的一个主要目的 就是寻求美欧联合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 在推动重新调查新冠病毒来源的问题上 欧盟领导人10日在对此表示了明确的支持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前往英国参加 七国集团峰会前对记者说 为了吸取教训我们需要完全透明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所有努力 以便有清晰的了解 世界有权利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便能够吸取教训 欧盟委员会主席弗德莱恩在同一个新闻发布会上 也附和了米歇尔的看法 称了解新冠病毒的来源是至关重要的 他说我们必须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以吸取正确的教训 并开发出正确的工具 以确保此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 因此研究人员需要对任何有必要的东西 有完全的准入 才能真正找到这场大流行病的源头 在欧盟领导人发表上述看法之际 一份泄露的七国集团峰会的会议公报草案显示 七国集团领导人和欧盟计划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对新冠病毒的来源展开新的独立的调查 彭博社最先看到了这份公报的草案 与此同时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看到的一份结论草案 欧盟和美国还计划利用下周举行的美欧峰会 呼吁一个透明的基于证据的不受干扰的调查 国际上要求中国在新冠病毒的调查中 全面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盟友正在更广泛的团结起来 对抗北京 在新冠病毒的来源问题上 科学专家的广泛共识仍然是 最可能的解释是 新冠病毒来自自然世界中 从动物宿主传染给人类 世卫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承认 这次调查不够广泛 他表达了对研究人员 没有充分获取信息的担忧 并表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审视所有的可能性 在华尔街日报报道武汉病毒所三名研究人员 从2019年11月生病住院之后 关于新冠病毒是否从实验室泄漏的理论 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一些国际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表示 中国和世卫组织对新冠病的联合研究 没有提供这个大流行病如何开始的可信答案 因此需要进行更严格的调查 无论北京是否参与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 皮尤调查显示 拜登领导下美国全球地位回升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新调查显示 自从拜登取代唐纳德·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以来 美国的全球声誉显著提升 调查发现 在进行调查的16个国家中 超过60%的公民表示 相信拜登在处理世界事务时会做正确的事情 调查显示 全球对美国的好感度 在特朗普入主白宫的4年间大幅下滑后 现已开始回升 自去年以来 德国和法国这类盟国对美国的好感度上升了30% 去年 德国 法国 加拿大 英国和日本民众对美国的正面看法接近历史低点 据该调查显示 法国民众中 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 比去年的31%分加了一倍多 现达到65% 在巴拉特奥巴马担任总统的8年中 每年至少有6成法国公民对美国持好感 这项调查是在拜登抵达英国的一天后发布的 这里是他就任总统后首次出国访问的第一站 目的是重振美国的全球地位 并加强与欧洲重要盟友的关系 尽管美国的全球地位有所提高 但调查也显示 在接受调查的16个国家中 许多国家对美国作为国际合作伙伴和民主健全的国家持怀疑态度 大多数国家的大部分民众表示 美国的民主曾经是个好榜样 但近几年不是 在这16个国家中 只有20%的民众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可靠的盟友 但大多数国家的大部分人表示 美国有些可靠 在加拿大 法国 希腊和西班牙 约三分之一的公民 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可靠的全球合作伙伴 皮尤研究中心的这份调查是在今年3月12日至5月26日间进行 调查了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新加坡、西班牙、瑞典、韩国、台湾和英国的16,254名成年人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拜登宣布再向世界捐赠5亿剂疫苗 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夕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宣布 美国政府将向92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捐赠5亿剂辉瑞疫苗 拜登时日在英国康沃尔郡说 这5亿剂疫苗将在今年8月份开始发货 一从生产线上下来就发货 到今年年底将交付2亿剂疫苗 2022年上半年将交付3亿剂疫苗 拜登说 美国这笔捐赠将不附带任何条件 这一捐赠计划于9日首次对外公布 我们的疫苗捐赠不附带任何要求 受惠国给予好处或做出潜在让步的压力 我们所做的是为拯救生命 为结束这场大流行病 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拉 也与拜登一起宣布了这一消息 布拉说 我们正在测试我们的疫苗对新变种的反应 并指出 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变种能逃脱疫苗提供的保护 美国也希望通过这一捐赠承诺 让美国摆脱囤积疫苗相关的指责 美国总统这一声明于G7峰会召开的前一天宣布 7国峰会是世界上最发达民主国家间的峰会 今年在英国的康瓦尔均举行 拜登说 明天7国集团将宣布 我们承诺的全部内容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10日也承诺 为世界最贫穷国家提供数百万剂疫苗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 大社国际报告中国对新疆少数民族实施系统性暴力 大社国际最新公布的报告 指责中国在新疆采取系统性的暴力方式 对待穆斯林少数民族维吾尔人 报告称 过去一些年 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 被投进再教育营并遭到酷刑 据法新社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大社国际9日公布的最新报告中 要求中国迅速关闭这些再教育营 同时呼吁国际社会结束中国制造的这些反人类犯罪行为 大社国际组织向超过50名曾经被关进再教育营的新疆人 了解过他们的经历和遭遇 按照这些证人的描述 中国官方试图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语言 他们因为做出一些在中国非法的行为而被捕 例如拥有一张宗教照片或者同海外人士取得联系等等 所有证人均表示 他们曾在再教育营遭受过酷刑或者其他方式的虐待 被关进再教育营里的学员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 中国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对此表示否认 同时北京方面坚称 这些在教育营的作用是改造极端主义分子 并向他们提供职业培训 这份报告指出 从2017年年初开始 新疆在教育营关押过至少100万人学员 另外还有数十万人被关在普通监狱 除此之外 数百万人都遭到系统性跟踪和监视 如果有人公开揭示中国官方的做法 就有可能遭到逮捕或虐待 成千上万被关押在在教育营的少数民族成员的命运 直到今天都不为人所知 大社国际秘书长卡拉玛德说 国际社会必须大声疾呼 团结一致的采取行动 永远的终结这种完全不人道的状况 第五个新闻事件是 中国人大通过反外国制裁法 中国橡皮图章全国人大的常委会 时日通过反外国制裁法 作为人大此前所称的 为中国反制外国制裁实体与官员提供有利的 法律支撑和保障 该法的详细内容还没有公布 最近几个月 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就中国新疆 维吾尔少数民族遭受迫害 北京和香港政府联手推行国安法打击香港民主派的行为 对中国和香港官员以及实体陆续进行了制裁 中国方面也以牙还牙 对西方国家的政界人士 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此前 美国针对华为等中国公司 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实施惩罚 中国为此指责 美国长臂管辖 中国人大今年3月发布常委会工作报告 提出为反制外国对中国的制裁 中国将扩大应对挑战 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 据路透社报道 该法今年4月秘密进行了医毒 并在人大开始二毒的两天之后 也就是6月10日宣布予以通过 省去了通过一般性法律所需要的三毒环节 中国欧盟商会表示 其成员对该法通过程序缺乏透明度感到震惊 该会会长 德国巴斯夫集团中国区总裁伍德克表示 中国看起来很着急 这种行动不利于吸引外国投资 或让那些越来越感到在政治博弈中将会被当作牺牲品的公司 恢复信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 反外国制裁法的通过显示了中国维护主权及核心利益的决心 不会影响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